OK 來了嗎 唉唷 來 我們 我們把前面位置補滿 還是一樣 對 這是 我們以後就變成一個不變的原則 我們就不用再說了 前面只要有空位就是補滿它 如果你們不補滿 我們就一直坐在這裡 對 然後我們就 就靜默 來來來來 前面很弱的位置 來吧 最近我們變成一個不變的原則了 好不好 一個學生去的風氣就是什麼 我們就是坐最前面的位置 前面倒是有空位 你就坐到前面去 如果你不願意的 我雖然說得很明白 好不好 我雖然說得很明白 你不願意的沒有問題 你可以到外面去 外面有一個很棒的沙發 一樓有許多的椅子 這些都可以做 對 我們有一個原則跟方式就是 我們都坐前面 我看到如果有人不 就是前面有空位的 我雖然就不開始 因為我覺得 這是一個原則的問題 好不好 所以當 當後面這兩位姐妹 我不懂你們 不好錢做的意思 我們用後面開始 對 不是你前面一步就可以了 而是前面這些都是空位 因為剛剛這裡四個都是空的 你看有包包 我沒有說前三百啊 我雖然說前面有空位 就是要補滿 誰啊 我沒有什麼黏背包的 來來來 我們就耗在這裡嘛 我因為你們耗在這裡 絕對沒有問題啊 對 對 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我很喜歡浪費時間 我也很喜歡浪費時間 來來來來 來到前面坐吧 來吧來吧來吧 好那個 輔導我就當榜樣 就坐在前面吧 如果學生們不錯 我就輔導我當榜樣 對不對 除非在旁邊是有 除非旁邊那個位置是有人的 你可以不用坐 還請問這是誰坐的 這個是誰坐的 這是誰坐的 好那來坐坐前面啊 那這是誰坐的 那這是誰坐的 喔這邊好 凱傑哥 OK 這是誰坐的 你們女生蠻團結的 多多多那個 很耐心 你看第一排都可以滿 可是第二排是空 對 我上課絕對沒有要強迫你們 但是你知道 當一個規則在的時候 有沒有你們上課 上課的時候就說 老實說不准遲到 學校未來不准遲到 但是你就說 我就知道遲到 然後學校也不管你 不會 但因為經歷過 是這讓你退學 你今天教會也是一樣 教會 我們說是個家 家不是沒有機率啦 家也是有些機率 有些原則在的 很好 男生超棒的 對 做很好 沒有人 因為沒有人 好 那個男生可以看著女生這邊 那個 等女生做好我們就開始了 好 好 這就變一個原則了 我們一進來 你就不用挑抱背的位置了 除非我們 我們學生去抱反 好 你就可以挑抱背了 可是 如今不是 你們這些是基因 既然都要叫基因 就是要抓在前面 OK嗎 好 我們多閉上眼睛 如果你做好的話 翻個眼睛閉上 我現在都沒有打到 好 翻個眼睛閉上 你的安全的事件 翻個眼睛閉上 如果你不願意 我還是說 外面有沒有放個沙巴 二樓有很多咖啡吧 對 樓下有三分一點的 都可以去 但在這裡 我們一起閉上眼睛 你來這裡的目的是什麼 請見主 你來這裡的目的是什麼 交朋友嗎 不是 很好 但是請見主 你遇到安靜 很長很長安靜的時間 也許你可以睡覺 你可以在安靜的進步道中 享受神的同在 外的一些重擔 一些的優惠 交給你住 擺在眼睛閉上 我知道一些 你有閉眼睛 可是我就期待 擺在眼睛閉上 穿住 Folse 在事物面前 我們不是冥想 我們是專注在神的面前 你也要嬉笑 你要有長很長的時間 放輕鬆 放鬆的肩膀 享受父神的同在 挺父他今天要擁抱你 他說白色我想擁抱你 可是你想給他擁抱嗎 父神 父神站在這裡等候你 長天你的雙手 只要在門當中 你很少跟父母親融化 但是天父要來滿足你 也許你長天有許多多問題 狀況 但是誰沒有問題呢 父神 父神要用他完全的愛 來保護你 不要嬉笑 不要說話 閉上你的眼睛 後台的眼神 招待眼神 每一個人都是 把你的狀態寫給住 把你的科技寫給住 把你的科技寫給住 把你家裡的問題寫給住 把那個好像許多人在排擠 你覺得 你覺得你在這個世界上 你很孤單 這些都寫給住 把你的病痛給住 所在四字架上為你成就的 是完全的 是一致 是救命 是存在 原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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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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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當中 也許你的風的氣 在你面對的震場 也不曉得好好的家 也不曉得好好的家 在我當中 不見我孩子來禱告 父神你要來愛這個孩子 讓他可以再次回到家裡面 他用禱告 恢復他家人的關係 因著禱告祝你要恢復在家 在我當中 有人覺得你討實好不好 但是天父要替你智慧 當你轉心去做夜晚 他就像是智慧在你的蠟燭 你不要再放棄 不要覺得你沒有用 你的天父要把那最好的祝福給你 來跟他領著 他有許多的寶藏 有許多的禮物在前面 好像聖誕節一樣來到你面前 你可以去拿 你可以去領受 幫你猜一個禮物 看看裡面是什麼 我期待給你這什麼嗎 主要謝謝你 主要我們把今天這個早晨交給你 因為你有你完全的愛來 愛我們 主要我要將一切的 我們要敬拜都會給你 主要讓我的敬拜 我的歌聲不是一個寬敞 不是一個好像可有可無 那我們的敬拜是專注對準你 好像在這五分鐘一樣 我們的心是對準你的 一句我們的敬拜也要對準你 謝謝主聽我們的禱告 奉靠耶穌的禮成 Amen Amen 好 我們一起從座位上站立起來 不管你剛剛在 閉著眼睛的時候 你看到什麼 你感受到什麼 我期待有一個見證 要在我們當中出來 好 我們從座位上站立起來 我們一起來敬拜我們的神 我們今天的運氣不多對不對 我們的人也不多 可是呢 我們的心態是榮耀的Amen嗎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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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年輕人的Amen嗎 Amen 好 我們一起拍手 好 我們現在一起來榮耀 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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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耶穌 我們要開始走 我們現在 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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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耶穌 我們 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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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 我們 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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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bomb 來,對手,我們出來唱喔 起來,榮耀,榮耀,榮耀主耶穌 起來,榮耀,榮耀,榮耀主耶穌 讓我們榮耀,榮耀,榮耀,榮耀主耶穌 讓我們榮耀,榮耀,榮耀主耶穌 你是大青光,你是大青光 神過黑暗,死光,奇蹟,心靈,憂傷 代代,手機給我平安 你是全身,張開世上,觀遊 除去罪恶魂棒 賜給我 起愛榮耀 心的聲音 起愛榮耀 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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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祝天宿 起愛榮耀 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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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祝天宿 讓我們榮耀 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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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天宿 讓我們榮耀 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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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天宿 你是大軍王 請拍手我們接吻 你是大軍王 勝過黑暗死亡 世紀 心靈 憂傷 帶來喜悅平安 你是大軍王 勝過黑暗死亡 你是大軍王 勝過黑暗死亡 將軍王 勝過黑暗死亡 除去罪恶魂棒 賜給我 花費回答 心的聲音 起愛榮耀 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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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耶穌 心靈 憂傷 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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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 讓我們榮耀 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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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 喜劇 心靈 憂傷 憂傷 感受喜悅了嗎 白白喜悅平安 你是全屁股 好喜悅 憂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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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平笑 管喲 出去醉 罪恶寬 只給我 你是大軍王 賜給我 請你生命 好不好 全部 憂憂 微微笑 你是大君王 生活黑暗死亡 祝你心灵忧伤 带来喜悦平安 你是全排手冷身 将来是上华佑 祝你罪恶昏昏 赐给我 是人自身 盛利 luggageрен得荣耀 仁靠联者 洛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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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秦本 是她仁靠联合 洛杨 洛杨 洪秦本 钱贵献 洛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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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秦本 让我们荣耀 荣耀 荣耀 主 让我们荣耀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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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耶稣 让我们荣耀 荣耀 荣耀 主 好的 祢要把最大荣耀负给我的主 祢说我们大便利 谢谢祢 祢给何人的美好 祢要我们一生一世要来敬拜祢 祢要谢谢祢的宝血 祢要再次洗净涂抹 遮盖在哪一个孩子身上 我知道在我们当中 也许你还是不够专心 我知道大家是要再说 外面有沙发 一楼 各个地方有许多好玩的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敬拜 你真的有许多事情 好像你拿着东西 你在看各式各样的东西 对 我就是在说你们 但是你们还是在继续玩 我算是真的鼓励你们可以到外面去 不要影响在这个敬拜 是一个荣耀的敬拜 我算是上的拜说 这里是万活万民祷告的店 不是贼窝 所以好不好 我们专注来到主的那边 好渴望你 我们要责备你们 但是一个敬拜不应该是这样 不应该在下面喜喜闹闹 不应该是有说有笑的 而是享受在神的荣耀里面的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 我在跟主说 我们真的外面可以 可以去外面 可以到别的地方去 那我们渴望 我们是一起敬拜主的好弟兄 好姐妹 家里面是一个好的同伴 不算都没有你们厉害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罪人 大家谢谢主 为我们舍命 我们坐下来 请拜一趟 情侣的菌王 荣耀的菌王 你甘心被卑微身份 神秘在世家上 千倍的菌王 千倍的菌王 神的仇在给你 荣耀的菌王 荣耀的菌王 我的意志 依你变长 不尽安眠 我心甘恶 四家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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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很奇妙 找不我所求所想 心尽我醉 脱离乎回 穿上风云 洁白衣裳 释迦你爱 隔了几秒 我生命中子不再一样 带我重回 天赋怀抱 在游客里 我不停歌唱 释迦的爱 前辈的君王 前辈的君王 享受在这个歌词里面 荣耀的君王 你甘心被威慎 专注在这个歌词里面 舍命在释迦上忘记的前 前辈的君王 谁更重的世界的世界 荣耀的君王 你甘心被威慎 我的衣食 依你变长 不尽恩典 多心甘愕 射中赞美你 世家的爱更奇妙 超乎我所求所想 心情破罪 脱离如归 穿下风一切 白衣裟 世家的爱更奇妙 我生命终止不再一样 待我重回 天府快靠 在永恆里 我不停跟上 是假的爱 看了哥 帥哥知道你已经很专注了 那我再要求一件事情就是 你可以把你的手张开吗 这个张开是一个拥抱的动作 今天父神要来拥抱你 我要把你的手张开来 我们要再一次来唱就是个 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主要对你说的 哈利亚 亲爱的君王 亲爱的君王 我们要抱他 荣耀的君王 你甘心 卑微 顺服 给你眼睛贴长 神明在世家上 神明在世家上 千卑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 我爱的君王 我的一致给你面上 我今恩典 我心感恩 军心的上车来请拜他 你甘心 你甘心 提神 你甘心 赴祢 你甘心 赴祢 脱离无悔 穿上公衣剑白一笔伤 世家的爱和人几个 我生命终止不再一样 待我重回天赴怀抱 在永恒里我不停革 世家的爱 世家的爱和人几个 照顾我所求所想 洗净我醉 多离无悔 穿上公衣剑白一笔伤 世家的爱和人几个 我生命终止不再一样 带我重回天赴怀抱 在永恒里我不停革 世家的爱和人几个 照顾我所求所想 照顾我所求所想 洗净我醉 脱离无悔 穿上公衣剑白一笔伤 世家的爱和人几个 我生命终止不再一样 我生命终止不再一样 带我重回天赴怀抱 在永恒里不停革 在永恒里我不停革 歌唱 世家的爱和人几个 我生命终止不再一样 带我重回天赴怀抱 在永恒里不停革 在永恒里我不停革 歌唱 世家的爱和人几个 闭眼睛跟主说 带我重回 带我重回 天赴怀抱 在永恒里不停革 在永恒里我不停革 歌唱 世家的爱 我知道今天的清白 你觉得怎么样 但不是感觉的问题 而是你跟神之间 你要不要再更专注 更专注认识神 更专注清静神一点 这个时刻的你 就是在天父的乐园里面 天父要是将一切的好处 一切的祝福 一切你所缺乏的 你的伤痛 你的疾病 甚至智慧 各式各样 那关系的修复 主如今都要赏赐给你 只因为你专注在他的面前 谢谢主 主要你看我们 这个教会的学生们 他们从上到下 每一个都做榜样 每一个人都说 我来到教会 我就是要做第一排 我就是要做最前面 是因为主这是 我跟你之间的关系 跟别人没有关系 这是只因为我跟你 我想要可慕你 如露千霍细顺一般 主要谢谢你 主要我知道 这个教会的学生们 要改变 主要从敬拜开始 从 从不识道开始 从第一个做到最前排开始 这一群学生们要改变 要成为基因 成为基督的基因 谢谢主 就住在前面 不管任何人 好不好 如果你来到后面的人 鼓励大家在前面 好的 接住 早上没有非常棒的敬拜 阿妹吗 阿妹 阿妹 好 首先要欢迎 第一次来到当中的新朋友 还有许久没有回来的老朋友 好 这个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当中的新朋友 你们可不可以受了吗 好 许久没有回来的老朋友 有 许久你是第一次来到当中的新朋友 好 欢迎你们再次看到你们 好 接下来是我们出入正道的时间 今天要为我们正道理 是连出会传道 他要制造的题目是尊主为主 让我们掌声采荣耀为主席 好 各位还有什么提案 好 各位弟弟妹妹们提案 非常高兴能够再回到你们的中间 在去年的9月我来到你们的中间分享一个主席 它是跟什么有关 你们个人记得 你个人记得 跟972法案有关吗 跟你们众生大事有关对吗 对不对 我们讲到 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 所以我们要追踪婚姻 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 一男一女结合成为夫妻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反对992法案 那今天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个主题 可是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 尊主为主 他同样的是唯应到 上帝你在我的生命里面 你真的很重要吗 我们看得见这个字吗 看不见 你是说我的这个吗 好 我今天呢 我今天要请大家 从好几个人物的身上去想 刚才文帅哥一直在讲 你们敬拜要认真 你们敬拜要专心 你们敬拜要 怎么样 要火热 要爱主 可是如果我们在生活的里面 没有尊主为主 那很可惜喔 为什么 很可惜 但是在开始之前 我想问大家 我们过去几天是干嘛 放韩家对不对 韩家 那大家去哪里玩 我们去哪里玩 我们去哪里玩 动漫展 动漫展 动漫展对不对 啊 苏惟姐知道了 在2014台北国际动漫展 在哪里 请问是在世贸吗 南港 为什么去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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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有一个参加 first play 对不对 为什么要去南港 请问一下 为什么这一次跑去南港 要跟书展 答对了 因为会跟书展 冲撞 参加动漫的人 非常的多 可是真正去看其他书的人 非常的爽 于是很多书商就不开心啊 你们这些动漫展的这些孩子们 参加动漫展的书商 你们的场地那么的小 可是你们集那么多的人 然后你们的营业额那么的高 那今年我就不要跟你们一起参展啊 这些原本的书商的厂商 他们就说 我们不要跟你们一起了 然后动漫展的这些书商也说 我们人比较多 我干嘛要跟你一起自己示茂 我才不要跟你呀 所以他们就自己跑去南港 开了一个展览 非常的火热 多火热 有没有人知道 哈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我上网看了一下他的资料喔 他四天的动漫展 有多少人参加 哈 有多少人参加 四十万九千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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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的学校有多少人 哈 四千人 所以四十万九千人次是多少人啊 这一次在南港 对不对 去年他们在世茂 然后 结果有多少人 有三十三万人次 所以他们这一次摩出来 摩到南港 对不对 很对喔 有多疯狂呢 请问那个有去cosplay的人 下雨天排队 各位 起爆 疯狂的抢 有没有 搭帐篷的搭帐篷 还好 有没有 搭帐篷的搭帐篷 根本就在外面排队 为了要抢进去 有没有 排一个月喔 有必要这样 对对有必要这样吗 不要很高兴 有必要这样 拿到了就有多开心啊 看看这个女生 笑到多坦烂啊 有没有 能跟cosplay的人造像 多开心啊 这是谁啊 这些人是谁啊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动画 我就知道这个人超级开心 他不断的跟这些人造像 非常非常的开心 简直就是疯狂到极点啦 好 那我要问你们啦 你们有没有听过 里面还有一个人叫做 我还不认识他呢 叫做徐渊玄的 徐渊玄做什么事的 听说他在2月5号来到台湾 他从日本来到台湾 他是一个日本动漫界的知名小说家 兼剧作家 然后他以他的作品沉重 硬派风格 著称比风细腻又深刻 然后呢善于描写角色 内心黑暗面跟冲突 固有什么啊 黑暗教父之称 然后他有一个动画 非常非常有名 叫做什么 来来来猜猜看六个字 不是 最有名的 2011到2012年 非常非常有名 他融获的日本三大动漫 动画讲 快点快点猜猜猜看 四个字 六个字六个字 六个字 六个字 第1个字 第1个字 第1个字是 什么 啊 魔法小小小小 诶 你有看吗 没有看 对他就是 许悦全这个日本动漫家 他是当魔法少女小园的编剧 我为什么要讲到许悦全 我也不认识他 我只是在电视新闻上看到 我想说动漫怎么可以这么疯狂 疯狂到拍一个月 疯狂到要打掌头 疯狂到可以这样子起爆 40万人9千 40万9千人次 为什么可以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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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疯狂 然后徐约选他的疯狂程度到怎么样 他备受欢迎的程度 他2月5号来到台湾 他有120个签名要送给来宾朋友 当场的 请问几秒被抢光 3秒 1秒 也没那么夸张啊 10秒是不是 没那么夸张 120个 我们稍微平均一下 120秒 对 稍微比较理性上去想 至少要120秒 可是他是几秒被拿光光 90秒 哦 应该还好 平均到不到1秒 也就是 如果要你去想 我们这边有几个人 假设我们这边有40个弟兄姐妹好了 我要你们用 30秒的时间去抢40张的 什么 红包的金句 你们能够抢的晚吗 用30秒的时间抢40张 是不是一窝空就永强去的抓 对不对 对啊 你知道在国际动漫展有人 他是排另外一个居作家 另外一个漫画家 他排到2号 他说啊我有策略的 我是去那个我们是去南港 不是去世贸的书展 我呢 我不是跟大家一样走正能进去 我是走旁边的门 然后我要看什么位置就冲过去 你记住我可以拿到2号 然后非常的仔细的去想所有的策略 就是为了抢 很像抢头箱 抢第一名抢第二名 就是要去抓 可是我想问你们 就像刚刚有一个 是谁说有必要吗 请问你们觉得参加这些动漫展的年轻人 他们其实年纪跟你们差不多 你们在你们的生命里面 有没有这样子抢过这种东西 为什么 觉得合并对不对 合并 抢了以后会怎么样 这里有一个 对啊 其实我看到他有 不是对啊 他有戴金色的头发 昨天有戴对不对 来讲一下你的感觉好不好 有什么感觉 你有去抢吗 你有去抢一些签名 或者是特别的 特别的暗话 这就是没有 之前有的 感觉怎么样 疯狂对不对 抢到的当下怎么样 尖叫对不对 就 就是我有你们都没有 就我赢了对吧 超级无敌的开心对吗 那请问这个开心持续多久 瞬间还有呢 持续到下个东西出来的事 下一个要抢 下一个要抢的东西出来 其实所以 所以我们的 于轩有帮我们说到一个点 她说抢 非常非常的开心 她抢到了 但是抢到的快乐持续多久 三秒 有人说三秒 可是于轩说抢到下一个好玩的东西出来 她其实对这个她抢到的东西就没什么感觉 她就要再去想下一个东西 所以表示这个快乐是怎么样 短暂的 短暂的 但是你的确会为了这个短暂的快乐 疯狂一下下 对不对 疯狂的 所以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都有一些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不管是动漫 或者是一个鲜饼杖 或者是甚至男孩子里面 有没有很心仪的女生啊 有没有看到谁就未知疯狂 为了她来聚会 为了她去上课 为了她去呼吸 偷偷坐在她的后面之类的 那我可以什么眼看 我也不晓得 有听说有这种子类的事情 所以你们可以稍稍地体会所谓疯狂这件事情 对不对 能够稍稍地体会特别喜爱某一样东西的感觉 对不对 譬如说某一首歌 或是某一个明星 你们有特别喜欢的东西吗 是什么 要不要说一下 不要 是秘密吗 好 我要说的是 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人 他曾经非常非常的癫狂 他曾经被形容是什么 保罗 他被形容成怎么样 癫狂 飞斯都是一个大人 是一个当时有名的人 他在跟保罗有一些辩论 辩论保罗所信的这个信仰 结果飞斯都大人就说 保罗 保罗 你癫狂对吧 你的学问太大了 还叫你癫狂呢 结果保罗说什么 飞斯都大人啊 我不是癫狂 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 那请问保罗有多么的癫狂 为神癫狂 他怎么样的为神癫狂 有没有人读过飞利比书 有没有人读过飞利比书 他怎么样的癫狂 这个是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他在说自己的时候 他说我们如果真的癫狂 是为神 就如同刚才那个弟兄说的 他的确为神癫狂 可是他为什么要为神癫狂 有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要为神癫狂 能不能有意义的癫狂吗 他信了上帝 跟我们刚刚敬拜上帝一不一样 为什么保罗要那么那么的癫狂 为什么 他这边说 诶 刚刚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说大大 大大 好 保罗他自己说 如果我真的癫狂 真的是为神 可是如果我很谨守 也是为了弟兄姐妹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他果然是为了神而癫狂 他为了神而癫狂 然后他提到在第15节他说 第14节他说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第14节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 一人既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 乃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 所以他是为神癫狂对吗 保罗他为神癫狂 然后他说是因为耶稣他替众人死 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而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 活着 可是保罗他到底有多少的牺牲 有人知道吗 在菲利比书保罗他自己的信仰告白 他说的是什么 我就要请男生来念单数节咯 男生哦 然后女生要帮我念双数节 可以吗 所以男生要念三 女生要念四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经文要一起读 可是这个经文 当你读过去之后 你会知道我在说什么 为什么要尊主为主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请男生先请来 因为身受割理的 乃是我们这一生的割理 在基督耶稣里他套着肉体的 其实我也可以套肉体 若是别人想他可以套肉体 我更可以套着 我更可以套着 地话天授和理 我是以色列祖 便要明示太会人 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就是他说 我是他一世人 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 就律法上的依说 我是无可指责的 只是我先前以为无罗有义的 我现在因基督又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恨土 为要得着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的里面 不是有自己应运把分的的意义 乃是有信基督的意义 就是听信神而来的意义 如果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 效仿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从势力复活 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什么 宝佛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宝佛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般的法利赛人 一般的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的特质是什么 逼迫 请问法利赛人 他除了逼迫迫外 他原本是什么 他们是对神的律法非常非常认识的人 他甚至是在迦玛列的门下 什么是迦玛列 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教法师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 就好像我们现在去哪里读书 台大 台大 去哈佛 去Standberg 去Yale 有个 有没有很厉害 超纸底厉害 超纸底厉害 所以他其实可以怎么样的自观 他是西伯来人的西伯来人 就是要告诉人家说 所有你们的律法 我比你们更懂 因为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 我是律法师 我是迦玛列门下的门徒 而且我也是第八天受割离 你们所有要求要受的礼仪 宗教的礼仪 我通通都有 我非常的了解 可是如今 甚至他在当时 因为他是犹太教的人 他甚至是逼迫教会 他甚至是逼迫那些寻找耶稣的人 可是后来他变了 可是在第七节他说 我先前以为余波有益的 有益的这些律法 这些知识 这些能力 这些社会地位 他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了 其实保罗他当初所晓得的这些律法 有没有错 这些本身有没有错 这些律法的本身 没有 这些是好的 可是当他高举这些律法 高过了耶稣之后 这些律法变成怎样 为什么会来主人认识耶稣 因为他们就靠律法称义啊 他们靠律法行善啊 需不需要耶稣的十字架 完全完全不用 我今天能够受割离 我今天有行到律法上的所有要求 我就可以告诉人家说我是好人 那我告诉人家是好人的口识 其实我的理念怎么样 很骄傲 我要不要耶稣 完全不要耶稣 我完全就是靠自己的律 行律法就可以诚意 但是当他认识耶稣之后 他说什么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者 为什么 至宝耶 什么叫做至宝 什么叫做至宝 请问刚才我们的余轩 今天抢到的那个动漫的礼物 或者是动漫的作品 可不可以成为至宝 如果他是至宝 你会不会想把它丢掉啊 蛤 会吗 会不会想把它丢掉 那是至宝吗 圣经怎么形容这个至宝 也没有人知道 圣经怎么形容这个至宝 他说天国好像宝贝 什么 藏在地 众人看见了 就把它扛起来 要去变卖所有的一切 去买这块地 他去变卖所有的一切 为了得着这块地 他得着这块地 真的是只是为了得到地吗 还是为了得到地里面的宝贝 那请问保罗他在当时去念那么厉害的学校 当他认识耶稣之后 他愿意为主耶稣丢弃万事 看作奋土 把万事当作犹损的 请问他所信的上帝跟你们是同一位 是同一位 为什么保罗那么有社会地位 他要把所有一切他的社会地位都丢弃 他丢弃了什么社会地位 知道吗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对贵族法利赛人的位分 他变成他要从犹太教改姓基督教 他要追随基督 结果他本来是很受法利赛人 祭司长文士的尊重 到最后被这一群人怎么样逼迫 下到监狱里面被迫害 被锁链困锁 他为什么愿意 他说我把所有我的位分 我所看中的都丢弃了 当作奋徒为要得着基督 基督是我的师父 他甘愿为主做什么事 受逼迫 他甘愿为主受逼迫 所以他说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 甚至效法他的死 耶稣怎么死 死在形象上 那是罗马当时最羞辱的刑罚 就好像把你抓出去 如果把你当作最大恶情 把你送到殿堡上面 或者是把你信心 枪决 那是一个很羞辱 很羞辱的事情 可是保罗甚至都说 我愿意 因为我认识了基督 我晓得他的复活大能 我晓得我要跟他一同受苦 我要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为什么 因为他真正的认识这位耶稣 有复活的能力 即便今天保罗为了耶稣 真正在监狱里面 被行刑到死亡 他会不会害怕 不会 因为耶稣直接的向保罗显现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我是那位主 我还要再来 我要赐给你父母的生命 所以保罗他开始他的心里面 一点都不害怕 他开始真实的从他的内心 开始尊属 为什么 属 他开始从他的内心深处 把耶稣当做什么 至宝耶 请问各位女孩子们 各位姐妹们 当你的男朋友 有一天你们会长大 你们会谈恋爱 你们那男朋友跟你们求婚 送给你们超级无敌大的钻石 你们会好爱好爱这颗钻石 会对不对 可是如果有一天你跟他吵架分手 把他丢了 再大的钻石我也不想要 有没有 要不然你把他变卖有钱 比较重要 会不会是至宝 完全不会 好不好 完全不会 弟兄们 不要笑 哪一天你谈恋爱 你就说我朝思暮想想的都是你 花钱月下 风景家的地方我想到的都是你 上课都不能专心想到的都是你 很爱很爱一个女生 可是哪一天跟他吵架分手 觉得他很黏 很讨厌 很啰嗦 管理很多 你会不会把他当宝贝啊 赶快跟他分手比较好 对不对 喜不喜欢被人家管辈拿捏 可是宝卧不是耶 宝卧说什么 耶稣是什么 请问什么是主 你永远都不想要丢掉 甚至你想为他 怎么样 死耶 你想为他死 甚至为他的名受苦受逼迫 你都怎么样 好愿意哦 就很像那些很疯狂的动漫少年少女 很疯那些动漫的人 他们可以怎么样 三天三夜不要睡觉拍一个月 是啊 可以疯狂的去爱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的心到底对这个主 有没有这么热切的 觉得他真的是好棒好棒好重要 我可以三天不要吃饭 最大的就是禁食要循求主 可以祷告循求主 可以祷告循求主 有做过三天禁食祷告的举手 难怪人家可以当辅导 会这样啊 好 我要挑战你们 如果接下来你们要有什么赢 门徒赢对不对 门徒赢对不对 你们要不要挑战自己 有一餐 吃少一点 不要吃 你可以全劲的话你全劲 但是好不好有一餐 去体会一下 当你的身体好像受饥饿 但是你就是为了要得着这位主 你要得见他 至于你甘愿 好像忍受一点点不舒服的感受 你就是为了要得着主 保罗 他可以这样子的宣告 他说我已经为耶稣 我将万事当做犹损的 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 为至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奋斗 为要得着基督 你说薯卫姐 你跟我讲这些都会干嘛 我又不是生长在罗马时代 我又不是犹太人 我又不是西伯来人 都讲保罗干嘛 他请问 在你们的心里面 你们在这个离记 最想要拥有什么 除了这个动漫的姐妹以外 请问你们在想中有什么 学校对不对 建宗对不对 台大对不对 还有什么 棒球 打鼓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是你们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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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 你们在你们的心里面 有没有一些些的梦想 是你们想要的 有没有是你们很想要 当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也曾经 我也曾经很年轻过 我也曾经很年轻过 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满脑子想的是什么 有人知道对不对 我听过我的见证 请问我想要的是什么 成绩 最想要得班上的第一名 甚至全校第一名 我最想要直升保送高中 为了拿奖学金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东西 结果我考上了 我保送上了带系高中 结果我有了什么 我有了奖学金啊 我有了成绩 可是我失去了健康 我开始变得很胖 我开始进视野 我开始有很多的 脸上长很多那个 会出笼包的痘痘 因为每天好 我夜看书 我有成绩 可是我又失去了很多东西 我考上了高中 结果我又要考什么 又要考大学 考上了大学 那我又开始想什么 我又开始想男朋友 我又开始想我要谈恋爱 我不断的在追很多很多的东西 直到有一天 我在25岁的那一年 有人知道我的故事 我在25岁的那一年 请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27岁的那一年 我在27岁的那一年 我的脊椎完全的受伤 我脊椎完全的受伤 为什么会受伤 因为我就在美国念书 我在美国念书的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搬家 有自己的宿舍 有很多很多的书 所以我去搬 但是我很笨 我很笨 为什么 书很多的时候 你放在一起 会很重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分小包 小包的分装 然后去搬运 可是我就很开心啊 一次就送一个大箱 大吉箱 然后就一个女生 就是我跟另外一个男生一起搬 当下不觉得怎么样 搬完之后 就奇怪 怎么我的腰一阵巨痛 哎哟 对 然后就躺在床上三天 然后就想说 大概只是扭伤 没事 对 然后就去美国的医院 找医生检查 结果呢 结果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小姐 为什么你的脊椎三四五 通通被压缩 都压缩 然后在当下 我只是傻耶 我想说 我怎么会那么严重 不是只是搬家吗 可是她说 我的椎间盘 就是我的脊椎骨 是一个一个连结起来 中间有染染的椎间盘 可是那个椎间盘 因为我的姿势用力不大 整条脊椎它歪掉了 然后我的椎间盘被压扁 压出来 然后压 因为椎间盘的变形 它挤压到中间的神经系统 所以我必须做一件事情 叫做开刀 就是刮掉那个变形的椎间盘 就通通把它刮掉 只要压到神经的地方 不要刮掉 可是我就不放心啊 因为当下会 当时会发生 当时我很害怕的事情 是因为当时的脊椎的激素不成熟 很容易就下半身痰痪 所以我就去找中医 找中医推拿 结果中医推拿的结果是 我的椎间盘真的进去了 可是 可是我更严重 怎么更严重呢 就是它连续推一推 我去治疗 每隔一天就去推拿一次 我连续治疗了三礼拜 治疗三礼拜之后 我再回到美国去 我再回到美国去的隔一天 我的下半身跟我的上半身 骨盆腔这个地方脱久 就是我的大腿髋关节 跟我的上半身脱久 完全的分开 完全的就是我的左腿是用拖的走路 我没有办法正常的行走 我必须请我的母亲到美国去救我回到台湾 然后我在美国有三天忽冷忽热 全身性的精緩 因为我下半身全部都受伤 因为我整个骨盆腔变形异味 正在美国没有办法念书 我必须回到台湾 可是当时的我 我想到的是什么 主啊 学校是你给我的 我也没有男朋友了 我现在半身不遂 请问我还有什么 我也认识主了 可是我把所有 我念的是美国很好的学校 南加大 我念的是很不错的戏 是可以赚钱的吸引 然后结果呢 我为了追求 编书 为了有更好的读书的环境 请问我下半身 没有办法行动 我必须回到台湾 就我躺在床上躺了多久 半年 躺在床上躺了半年 然后开始有两年多的復健 直到有一天晚上 神就在我跟神祷告的过程里面 神就用这一两节经文告诉我 淑慧你过去追求学业 淑慧你过去追求美貌 你追求男朋友感情 请问你如今还有没有什么 我连健康都没有了 然后我胖到没有办法好好的动 所以我胖了二十公斤躺在床上 我又没有男朋友 我男朋友倒就不要了 跟我分手 请问我还有什么 我学校也回不去了 没有办法出国 我过去都觉得对我很好啊 对我有益啊 念书是好事啊 每天常常运动保持身材健康 也很有益啊 交男后悠也是理所当然的啊 有错吗?没错 可是我并没有把耶稣当作什么 祂不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 祂是我最不重要的事 我先去念完书 我有空再去教会 有没有 我有时间再去教会 去教会就认识好朋友 去教会很开心 然后有困难的时候 就求求耶稣救救我 可是祂在我的生命里面 不重要 因为我并不是凡事都求问主 我甚至也没有为主受苦的兴趣 像宝宝一样 以至于耶稣那天晚上 他用这句话 问我说 你现在还爱我吗? 你真的愿意把我当做翅膏吗? 你真的愿意为他丢弃万事 看作糞土吗? 因为其实在我受伤的那个时刻 我曾经对主做了一个祷告 我说主好不好 很好 你带我走 你带我回天家 因为我太痛苦了 因为我躺在床上半年 我的父母亲也误解我 我的家人也不是很接纳 我这个状况 他们会觉得你为什么 会赶快好起来 赶快出去工作 赶快出去赚钱 我就问主说主啊 如果可以 你带我回天家 会让我好痛 因为他都压迫到神经 我没有办法有很好的治疗 但是如果主 你愿意存在我的性命 好不好求你 让我再站起来 让我再能够走路 当我能够走路的时候 我要关乎 赞美你 因为你是拯救我的上帝 我在受伤的那个过程 我曾经跟神做过这个祷告 也是当我两年跟復健时间过去了 我又开始依然顾我 因为我比较可以走路啦 我比较可以出门啊 我就开始找工作 我去到哪里 工作 澳美广告公司 好不好 还不赖啊 我慢套子想的就是 那我要怎样有名 有利 有钱 然后甚至再出去 继续把学位念完 可是当我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 我又没有求问耶稣 没有 我没有把他放在我最重要的地位 于是神在两年之后 当我身体好了之后的一个晚上 因为其实我的工作 很奇妙的被老板裁设 就是我就是突然没有工作 我从澳美到了一个市场行销公司 老板就跟我说 淑慧你不适合这里 请你那个月底就走了吧 我就说 嗯 怎么会这样呢 不是发展有错吗 于是当我什么都没有 再一次什么都没有 工作也没有的时候 夜里 神就用这两节经文问我说 你真的愿意为我丢弃万事 看作愤土吗 你过去抓了很多的东西 其实都没有办法长久的拥有 它都只是暂时 它给你的快乐都很短暂 它给你的满足都很有限 它给你的安全感也很有限 到底谁才可以给你真正的安全感 保罗他可以为主电话 保罗他可以为主完全的放下 他原本的荣华富贵 他其实本来 跟法利赛人他可以吃香喝辣 然后到处去逼迫基督徒 只要跟耶稣在一起的人 就跟过耶稣的人 他都可以有权力去把他抓来 怎么样 打死 他非常的有这个能力 他很有权力 你看 在加拉太书它说什么 他在犹太教中所行的是 怎样极力的逼迫残害神的教会 但是你是非常的有权力 吃香又喝辣 跟法利赛人 跟其他的祭司纹饰长到怎么样 同做鞋 那些纹饰法利赛人 看过The Passion 的内部电影的人 应该知道那些人都是穿金带 银带 穿得很猪犯 保气很美的 他其实本来是吃香喝辣 可是他却甘愿怎么样 把一切都当作粪土 把一切都当作什么样 有损 为了得着基督 保罗他所信靠的这位上帝 也是刚刚 你们所敬拜的这个上帝 也是你们刚刚所唱歌的 那个谦卑的君王 你们的心有真正的 如同保罗一般 把耶稣基督当作职皇 我想要再给你们看一个人 你们应该很认识 耶稣肉身的母亲叫玛利亚 对不对 我们圣诞节都会讲这个故事 那请问玛利亚 她做了什么事情 她怀孕生了耶稣对吗 可是你们知道她是一个处女对吗 在当时的状况里面 如果她未婚怀孕 她的下场是什么 被石头打死拖出去 被石头打死 所以当天使跟她说 蒙大恩的女子啊 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的 我问你安耶 平安喔 平安 平安 玛利亚就很惊慌 就想说这天使 我没看过这反复思想 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就对她说 玛利亚你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蒙恩喔 蒙恩叫怀孕生子 有没有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蒙恩耶 蒙恩怎么会是怀孕生子 叫我拖出去被人家打死喔 可是原来是她要怀孕生子的这个 这个子 这个人 这个人子 他是圣灵 在玛利亚的腹中 怎么样 让玛利亚怀孕生孩子 叫耶稣 可是对当时的玛利亚来说 请问她几岁 在当时的习俗里面 其实玛利亚只有十几岁 十几岁的少女 她是被许配给她的未婚夫 然后一年之后她就进门 一年之后她要跟约瑟成心 可是在十几岁这个年纪 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人 都比这个玛利亚眼睛更大 可是玛利亚她听到天使问她这个安 然后居然跟她说 平安喔 你已经蒙恩了喔 蒙恩 可是你要什么 怀孕生子 请问如果这种事情临到你 你会不会想要 我搞不好会被人家出去打死 我要不要 我老公可能不要我 我未婚夫可能不要我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请问你们要吗 你不想要喔 那好可怕 我为什么要这种悲惨的事件 发生在我的身上 可是当玛利亚她知道 她原来是生了 是神亲自从她的体内 因而圣灵让她生产 让圣灵让她怀孕 她要生的这位人子叫耶稣 她是至高者的儿子 她是要做主的 她要做阳各家的什么 王直到永远 她的国也没有穷尽 她发现是上帝特别给她的一个护照 一个命令 一个心意 她就开始说 然后天使就跟玛利亚说 她当然有些中间有些问话 玛利亚就对天使说 怎么有这些事呢 怎么可能 然后天使就回答说 是圣灵的能力到你的身上 是至高者的能力要硬币 因此所生的圣者要称为神的儿子 是圣灵在他的身上 然后这个时候 天使又用了一个人 当作人证 证明上帝的大盒 这个人证是谁 伊丽莎白 她说你的亲戚伊丽莎白 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难猜 就是素来不能生育的 现在怎么样 有孕几个月 六个月 上帝给玛利亚一个人证 天使告诉玛利亚说 你的亲戚伊丽莎白也怀孕了 她已经六个月了 于是在圣经的记载在路加图 她的确 请问玛利亚 你们去找伊丽莎白 有没有 有 她去问篮的时候 她腹中 伊丽莎白她腹中的胎怎么样 开始跳动 于是玛利亚开始知道 原来这个天使告诉她的 都是怎么样 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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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即便当她的眼睛 还没有看见 伊丽莎白这个事件之前 当她听完天使对她说这句话 这句话这些过程的时候 在一章的第三十八节 玛利亚就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跟她说 只是跟她说 你蒙恩喔 你要怀孕生死 非常突兀的一个对比 蒙恩应该是蒙受祝福 可是怀孕生死在当下 是极大的羞辱 甚至要被拖出去引战 可是玛利亚 听了天使对她说的这些话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然后当她去找伊丽莎来的时候 她发现她这个玛利亚的愿 她就开始有所谓的 玛利亚诵歌 在陆迦福的一章四十六节 我想要邀请你们跟我一起念 可以吗 陆迦福的一章四十六节 玛利亚说 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她顾面她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的大事 她的名为圣 她连理敬畏她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她用皇帝施展大能 那狂傲的人 真心里妄想 就被她赶散了 她叫有权柄的师位 叫卑贱的身高 叫激乐的得宝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她扶住了她的仆人以色列 为要纪念养伯拉罕和她的后裔 失联理直到永远 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 王利亚她非常非常的热识 这位主 她说我的心尊主为大 我灵阿神我的救主为乐 她顾面她实力的卑微 她只不过是平民小贷心 一个未出嫁的处女 但从今以后 万代要趁她有福 这位主也是有全能的 她要为玛利亚成就大事 她的名为圣 她怜悯敬畏她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她用仿庇施展大能 狂傲的人正心的方向 就被她感散 表示 玛利亚所信靠的这位上帝 有什么能力 非常的有能力 也非常的有怜悲跟可怜 她叫有全民的十位 叫悲戒的身高 在你们中间 也许有人觉得我成绩很烂 我的空间也没有怕你 我弟兄姐妹也没有多么看重我 可是你不要忘记 这位上帝 他可以叫悲戒的身高 他永远可以帮助你 他可以给你出路 他可以让你重新的踏实 因为就像刚才 我们的敬拜文帅哥 他说 他是赏赐智慧的上帝 他是赏赐能力的上帝 他是叫悲戒的身高 他是叫饥饿的得宝美食 叫父母的空手不住 如果你不敬畏主 如果你爱主 神可以把你所有的财富都拿走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爱主 你真的尊主为主 神可以要你饥饿的得宝美食 这是玛利亚所认识的上帝 玛利亚所认识的上帝 是不是我们今天所敬拜的上帝 也是 同一位上帝 同一位上帝 可是我们有没有如同玛利亚说 我心尊主伟大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他遇见那么大的困境 他未婚要怀孕生死 可是他却说 我心尊主伟大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甚至他说 我是主的侍女 I am the Lord's servant 我是主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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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主 我只是你的仆人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哪怕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因为你是我的主 但他对主的全能 非常有认识 他知道他的主 是要成就在世 他知道他的主 是叫卑贱的身高 他的名为圣 今天 玛利亚他所信号的这位上帝 也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到底对他有几分的认识 有多少的敬畏 曾经有一个德国神学家 我非常非常喜欢 他是德国神学家 大教和过往 他形容耶稣的救恩 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我们常常的姐妹都会带十字架 弟兄也会带十字架 可是你知不知道他有多过的贵重 他是一个重价的恩典 那个贵重到什么样的地步 是神自己 玩到这个世界上 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 他亲自的舍身流血 而且他道成肉身 亲自的舍身流血 忍受所有的收入 为了让我们得着新的生命 他是一个重价的恩典 他非常的贵重 贵重到耶稣用他的命 上帝自己的命 换你跟活的命 他很贵重 贵重到你必须 愿意为他而死 你随时他不找你去做什么 你愿不愿意 真正的很像如同耶稣说 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 跟从我 甚至放下些你自己所喜爱的 就如同刚才文帅哥 要你们专注的计划 不要玩手机 也要在看漫画 专心的计划 你并不愿意为了主 放下一点点你所爱的东西 如果你真的愿意 我相信主要对你说话 如同刚刚昏照撒姆尔一代 撒姆尔怎么回应上帝 他说主啊 请说 谱人敬天 他在英文里面也说 I am the Lord's Son Lord speak Lord speak 对我说话 对我说话 你又请主对你说话 刚才文帅哥叫你们安静 静透在上帝的面前 有一点点时间安静 其实他就是想邀请主来对你们说话 他是满有慈悲 憑慈爱又全能的上帝 可是他却不愿意高高在上 他愿意住在我们的中间 他愿意对我们说话 请问我们的心 预备好了吗 我们的心真的尊他为主吗 尊这位主为主吗 下礼拜你就要去参加什么营会 门徒营 是不是 门徒营 门徒要做谁的门徒啊 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耶稣基督的门徒 你预备好在营会里面 遇见上帝了吗 你预备好对主说主啊 请说仆人静听了吗 你们预备好了 我们请了一口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再次为这里的每一位孩子 向你献上感恩 因为他们都是你所宝贝的孩子 他们都是你用重价买书 回来的孩子 你呼叫他们来认识你 是为了更深的明白你的爱 也更深的经历你的大能 也更知道你在他们身上的命定 主我们都渴望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但是所有的影响力都来自于你 绝对不是我们自己 主求你给每一位孩子 有一个爱你的心智 有一个聆听你心意的心智 他们要在营会当中全然的遇见你 主我求你开始保守他们的心思跟意念 他们要真真实实的尊主 你为主 因为你配得他们全人全心的敬拜 主你配得他们全然的摆上 主你配得他们全然的为你而活 因为你是主 单单因为你是主 你是创造他们的主 你是爱他们的主 你是为他们舍身流血的主 主帮助我们全然的向你全然的为你而活 全然的敞开自己 主我愿你来 你亲自的对每一位孩子说话 让他们有能听的耳朵 主让他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亲身的去经历你 亲眼见你 主向你线上祷告 求你亲自的运行 求你亲自的按守在每位孩子的身上 谢谢主 你垂听孩子的祷告 你要特特的保守他们在灵会当中的所有的过程 让他们在那里真实的敬拜你 真实的与你相遇 因为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主 你爱他们 你亲自的呼召他们来认识你 也跟随你 向你线上感谢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再次用掌声 加入药丰 耶稣 好,专门这里有几件抄袭报告 有同一个地方 第一件门图仪 应该说这礼拜 二月十五号 二月十六号 礼拜六 礼拜天 我们七点半 在教育集合 我们要去韦里福音园 然后接受这个门图训练装备 也请各位 能够导告预备心 有非常精彩的活动 也有很有趣的游戏 有很棒的一个装备课程 那我们请余悦姐 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报告 好 那个门图仪呢 这礼拜今天是最后一天 报名的机会 所以如果还有人没有报名的 就好好把握 这个 我知道这个 换你摸去还有些人就 不好 这样 如果已经来我们当中很久了 然后你可能会上去使用的话 就非常欢迎 然后加入这次的门图仪 然后再来呢 等一下 那会后就是1点10分的时候 我们要开始有通过的训练 这样子 然后就请 呃 要留下来的人 就是包括整个在参与在敬拜 跟那个RBG游戏的 然后此外就是小队长的部分 就请一楼浩真 然后 那个 全军军药 加广毛 然后杨智哲宣 跟南英 还有俊荣 俊荣 俊荣是因为RBG 就反正有服饰的同工都请留下来 跟现任都是小组长的 就是也留下来 这样子 因为你们都会是同工 好 那就请大家等一下 我们聚会晚 趕快拿个便当 然后就来台前集合 我们就尽快开时间的训练 因为今天有很多事情都要进行 就请大家来配合 那下礼拜 呃 对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 虽然讲一点半 不過我把它提前了 因为就是我把握时间 我们边吃边做 我们如同你心里一样 你边坐在一边就是服饰生 好 那再来我们会在最近 就是开始把 在这礼拜当中 会通知大家 那个新店通知 跟所有要预备的东西 我们会请辅导来 告诉你们 要预备的东西 跟进入的时间 那就请大家要开始 来预备新的 为你们这次的聚会 来祷告 有参与在当中的人 都请你们开始来 在这个星期中 开始来祷告 为这整个聚会 还有为你们自己来祷告 我们这门徒一次 会让大家有非常多 美好的领受 然后让我们一起 在今年要来 很像上帝 要给我们的一个 计划的出席 后面好 好 谢谢愿姐 有没有报告 对 没有错 我们要成为 这个 成阳大使命的 这样的年轻人 对 邦邦哥在大学生的时候 大学毕业过两年 开始加入教会的侍奉 然后大学区域 那个时候 一直留一群 成年轻人 可以过极大的复兴 甚至那时候 有盛岳大学的学生 是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边聚会 圣岳大学在哪里 你知道吗 大学 比淡江还要再远 非常的远 下次有机会的话 男轻人可以去看看 你知道多远 为什么那群人 愿意来到我们流光的聚会 因为那个时候 有一种火热 有一种凝聚力 有一种吸引力 那昨天金正牧师也带了 他们的年轻人 来跟我们做一个好的交流 希望以后 有机会 我们能够去到外面 能够服侍 让我们的不管是 国家或大学生 都能够动起来 让别人看见我们的生命力 好 接下来是我们收奉献的时间 奉献 是基督徒对生的爱情 也很惠意 如果你第一次来到 我们教育的 还不明白奉献意义的 不一定要奉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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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主谢谢你 让我们今天知道 如何遵你为主 主要我们常常有许多 我们自己所喜爱的 但愿意今天让我们看见 你是我们生命中的治导 主要也就是我们看其他 对我们有益的 我们都当作是有顺 我要来完成您对我们的 一个计划跟修照 主要也将奉献交在你手中 愿用在你的事工上使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你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